6月22日梁朝伟发短信通知各大媒体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朝伟 我与泽东电影公司的经理人合约已经圆满结束了 以后大家有任何工作上的需要 可以暂时联络我太太刘嘉玲 多谢大家 随后刘嘉玲也表示 我只是暂时性帮忙老公做个联络人 等物色道适合经纪人 我会交给新经纪人处理 而在当晚18时左右 泽东电影微博发布声明表示好聚好散 1998年梁朝伟先生和泽东公司开始长达20年的旅程 从春光诈歇到一代宗师 从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到嘎那影帝 多少荣耀 多少永恒难忘的瞬间 2018年我们决定和这个20年的朋友一起探索新的方向 彼此不在意合约约束彼此 用新的方式各自迈向新的旅程 据悉当年拍完《阿飞正传》后 梁朝伟与王家卫一致合作无间 梁朝伟先后拿过五次香港电影金箱奖最佳男主角 是获奖次数最多的一位 当中四部就是与王家卫合作 重庆森林冬血吸毒 2046春光诈歇堪称步步经典 延到一起 岁月氏 出生医学战 中四部就对手 重庆森林冬血吸毒 重庆森林冬血吸毒 角空码林冬血吸毒